哈喽,大家好 有股有问这个 CP,CPIP 呀 收看了看,它的这个 Dependment呢,老实讲也是不错的哈 公司都是有赚钱 PE也是相对的低 呀,看回图呢 它就是 处于上升趋势 呀,现在是 算是比较高的位啊 ok,这样高的位呢 我们要看的时候呢 通常都是,我会说 不要追高嘛 看才2021年的时候 到现在,已经上涨了 一整段了 2021年 到2022年 整一年都是在上升趋势 呃 然后呢,近期呢 近一两个礼拜呢 可以看到呢,这边 已经是慢下来了 如果要看图的话呢 如果你们不是很会看图的话呢 可以看线的 其实 来 上去 已经下来了,看到吗 就是,上去 上去 下来 已经在下就来啊 ok 放回去,我要拉出图 所以 基本上呢 呃 追高就肯定是不适合的 呀,但是呢 呃,回调买上涨 是可以的 尤其是,可以看到啊 他这个MA20 这边 回来 回来,顶上去 这边 回来,顶上去 这边 回来,顶上去 看到吗 画清楚一点 回来,顶上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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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顶上去 现在又回来 这个MA20哦 啊 这个就是 呃,其实是上个星期 星期四行这边的时候 就是一个 呃 买入信号 买入信号 呀 他已经是 他已经是顶上去了 这样顶上去的话 呃,如果没有 顶盘的话 肯定是没有买到 肯定是没有买到 这个底部的 现在去追的话 就一点是高了 啊 so MA20是他的 他的这个 呃 生命线 呃,我觉得 这边的 追就不适合 这边是一个很强大的 筹码缝 看下有没有机会的 等他回来的时候 又碰到这个 MA20 又碰到筹码缝的时候 在摊飞去的时候 他已经买入吧 我是 我是比较 建议这种的 追的话 呃 感觉上 不是很靠谱 因为他已经上了很多了 ok 很多了 啊 啊 啊 OK 这就是我个人看法 啊 并没有让他买卖建议 呀 我会建议呢 看他有没有 再回调买上涨的机会 呀 呃 但是老实讲啦 这个 刚才我已经讲这个图 呀 看到吗 这个MA20 这边是MA20 MA20 MA20 它已经是 算是 弹上去了 了 这个 这边 这边 这边也是 都 然后这个呢 头头低 呀 所以真的是不要随便去追高吧 看下有没有机会 出现类似的这个图形 弹上去的时候 才在 啊 才 才去考虑要不要介入 ok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如果你有什么喜欢 就帮我去share 帮我去like吧 谢谢大家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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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